今天来的是之前观众推荐过的一根干比 就是这个领默 然后呢是读领默的拨点干比 然后评论上面应该能找到 但是我忘记是哪一条影片了 感谢这位观众 然后上面写着什么 这几个字 什么书写未来畅想人生 好吧 领默反正包装来讲比较素 相当来讲我比较喜欢 就是没有过多的多余的包装 然后产地中国上海等等的内容 好那这样表我们先打开一下 然后上面还有个二维码 喜欢的可以自己扫一下 我没有扫过 我真的不知道 就暂停过的话 但盒子有点不太好开 推出来推出来的阿姑 可能有点孤陋寡玩 推出来推出来 好出来这根笔 你看这种包装比较素 那如果这块有点 这个东西不太玩爆 我知道的是 然后其他的其实包装都还可以 其他的没有说明书 也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子一块塑料 然后就一个吸塑的这样子 一个包装 呃说明书真的 啊对 呃对真的都没有都没有 好 那一个 sorry弄到镜头了 啊对 好那我们先来量一下这根钢笔的一个长度 对例行公式的这样子 做一做这样子 因为快到晚上了 希望在晚上前拍好 然后上传这样子 好 那个对 哎你们也看到 对长度也是差不多 然后粗度来讲不算特别粗也不算特别细啊 然后整个感觉非常有分量非常有质感 然后抛光的你看这个亮面什么的非常漂亮 就是说他整个亮面反光你会觉得很高级啊 他抛光做的是比较好的 呃整根笔上面摸起来是冰冰的 应该整根都是那一个呃金属做的好 那拔开的时候这个尖相对来讲啊 有点像百利金的兰花尖的一个外观 呃另外笔尖也是小的 因为无垠里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小的尖上面的话 兰花尖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而我买的是一个EF尖这样子 呃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哎对对对一个兰花尖啊 我买的是F尖 那难道是没有EF吗 这个真的想不起来啊 反正通常有最细我买最细 然后国产钢笔的常规的一个要么就那呃几年式的 要么就这一这类的一个旋转式反正样子 应该我觉得口径都是一样的 呃难以讲错 观众麻烦给我普及一下 笔笔盖上面你们看到里面有个塑料的一个怎么说防磨钢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嗯还是很有心思的 然后插拔式的一个笔 呃有点小紧 但是不影响你使用 然后这个笔的话 反正你喜欢这样子插到后面也没有问题啊 但现在用钢笔我自用习惯了 我都是这样子拿 拿下来的时候整根笔的平衡感非常好 国产钢笔我觉得它的平衡感最出色部分真的是平衡感 欧笔或者日笔来讲日笔的笔尖和他品工是最出色的 欧笔是他的一个品味他的艺术感非常强 然后再下来就是国产的我觉得就是他书写平衡感做的是最好的 应该怎么去区分 好那笔的话大概就这样子了 呃嗯 笔笔笔握的话我觉得呃怎么讲呢 不算特别粗也不不会太细 握起来还是可以比较滑 但是跟末将m2的那种来对比的话还是怎么讲呢 呃没有那种毕竟万宝龙的意思就那个传统真的很优良 就那个粗细你随便稍微平常不是高书写长度那种粗度那些 非常到位像细笔来讲适合长期书写或者更多或者呃看人的什么 如果细长的人我觉得他手应该会比较喜欢细笔 呃不过更多的其实用久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嗯怎么讲交叉就是说细的用累了 然后换下粗的这样子让手去适应一下不然手一直拿同一个姿势其实挺累的也挺对手也不会太好 这样子就一直同样的一个握笔姿势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他有点点小抛拿起来反正就是说好呃 握杆真的还是不可以的好那我们就赶紧先试一下这个书写杆书写杆应该我认为也是反正现在钢饼里很难找到说啊我这个出没又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非常难就你说啊我这个出没啊出没出问题我觉得不太会说什么这个真的是实话啊好上墨了呃对因为你说现在墨水有问题真的难度挺高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其实就那么就算你说呃出出没就是说不太顺这样子好那一个样我还是要拿一下一张纸然后来写一下这样子好 好的那写完以后对那你们首先能看到一个对啊首先让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啊还是一样 无音的还是非常沙沙的这样子一种声音对吧呃但他这个的话就会 还是这样国产官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写起来很滑但是滑起来就是很别扭的一种滑钢尖的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喜欢有阻尼感的呃那而且这个呃出息还是有相呃相对的反馈你能看得到那你看他这个出没啊那出没肯定不会有任何大问题这个很肯定你看 完全深色的这样子快甩就是这么快拉的或者什么的对就左右左右拉的你看非常深那你看两只同样是F间的时候你们能看得清楚就是说你刚非常粗啊这个F间哇你看这出没了完全没法比那你摸的比看来就是说呃总体来讲他的出没了是偏大的就比起别的品牌的比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好质疑的然后呢对大概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长期 书记书记来讲或出风什么的还是ok的因为他出没量大出没量大比较好出风但是你墨水上面小心弄到手这样子呃今天难得就是说哎没弄到手墨水非常的开心这样子整根比平衡感很好就是说现场比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挺满意的对好那个今天的那个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呃有什么要纠正的麻烦那个下面的评论好的那个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